其實就好幾年前我就有這種想法了 那當然你們看可能場地是有點小 但是我們也是費了非常大的力氣 你看搬兩個球門就是費了非常大的力氣 對啊然後再加上我們休息室的一些設計吧 然後球員的球衣其實這些都是有一些故事的 對啊那當然最希望還是他們是有所收穫 對 當教練 其實我覺得當球員是非常幸福的 那當教練是一定會有教練的壓力 因為成績如果不好的話 或者是球員不認真 那就是教練的問題 對 不然有先看過台灣高中 嗯我在放假的時候有稍微去看了一下高中聯賽吧 對啊但是我覺得最主要他們需要加強的 其實是他們自己的心態吧 對啊 因為我感覺可能這跟台灣的環境是有關係的 但是環境肯定是會影響 但是我覺得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或許就是可以給自己先定下一個目標 就是我想要變成職業球員 對啊那自然而然 你踢球跟訓練的態度就會完全不一樣 那看到那個休息室這次特別打造 像日本職業隊的一些規模吧 對啊就是當他們一進去以後 所有的球衣啊 東西都已經擺設好的 就是他們只要 開開心心來訓練就好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我們工作人員跟教練的事情 對他們不用去煩惱這些問題 對 不然又談一下你剛剛提到的故事嗎 也是因為台灣的環境 因為台灣沒有一個專業的乳球場嘛 那其實這些東西在國外來說 其實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想要去改變就是因為我18歲的時候 我去日本看到了這個休息室 我就跟自己說 我有一天一定要成為職業球員 因為能夠在這種休息室裡面 真的是太爽了 對啊 那就是馬上到2018年 要談一下新年新希望 怎麼說 首先我還是會在球隊吧 對啊 對球隊的當然是希望能夠 看看能不能趕快回中超吧 對啊 然後這也是球隊的目標 那至於國家隊的話 我知道最後一場 還是還有 亞洲北的最後一場吧 跟新加坡 那當然希望能夠把最後一個 一場 亞洲北的勝利留在台灣 然後送給 各位球迷 台灣的足球成績一直在進步 我知道明年的比賽應該 年底應該好會有一個東亞北吧 對啊 然後看看這個東亞北 能不能進去決賽吧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那當然是 像體育府那邊 當然也是有六年一百名的計畫吧 對啊